一对情侣 走入婚姻 其实我们都应该 有义务去让彼此成熟起来了 至少在看待爱情 家庭 孩子和彼此的感情这件事情上 跟七年前应该是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做成熟 所以我想跟女孩说的就是 真正想要得到一件事情 得到一样物品的最高明的方法 不是一味地去要 而是让对方主动地去给 那对方怎么样才能主动地给你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努力地 提升自我价值 让对方觉得你值得被拥有 而不是一发火 就十箱啤酒瓶子摔在地上 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一个屋檐下 所谓的互相迁就 互相适应 一定是有一个人先把自己的刺先拔掉了 那另外呢 男孩也是有问题 一个女孩这么去依赖你 你不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你将慢慢地在每一天当中 不断地去铺垫 去扭转 而不是要等到日积月累 累到一个质变的时候突然崩溃了 直接就一摔门走了 消失掉了 毕竟还是有一个小朋友的 你们天天以泪洗面 张嘴就打 你们有考虑过旁边的那个小朋友 他看在眼里的心情吗 你们有想过他十年之后长大成人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 对待自己未来的爱情吗 我很负责地说你们的女儿长大之后 恋爱观都是畸形的 因为你们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吗 所以我觉得无论于从哪个角度 你们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走出来 加油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珊老师 女生你刚才还一直委屈 一上来就哭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她现在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 对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抓不住她了 也不是抓不住 就是夫妻两个人 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的话 沟通很重要对吧 对 是的 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夫妻相处之道 就是沟通 但是夫妻相处之道还有第二点 就是懂得分寸 如果你要是一味地用蛮劲的话 最后受伤的只有你自己 就像弹簧 你把它压到了最底部 它有一天迟早会反弹 把你弹走 把你弹开 那个时候你可能再问为什么 问一千个一万个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我对你的爱已经消耗殆尽了 我相信她现在心里的声音 肯定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只不过可能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但是如果你再这么 一直地紧紧相逼的话 可能真的有一天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时候你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男生 我觉得你一上来说 宠了他十一年 觉得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 实在是我是受不了了 他现在这么作 在你看来如此作 如此跟你闹 为什么 他在寻求你的关注 为什么要寻求你的关注 因为你变了 你为什么宠了他十一年 到现在第十二年的时候 不愿意再宠了 如果你既然不能保证这一辈子 对他是一个态度的话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 灌他这样的脾气呢 今天的他就是你造就的 你也要懂得尊重 也要懂得留空间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一味地说 他现在很作 闹得你觉得你不想再回家 你在逃避问题 你如果越来越逃避问题的话 最后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到最后你就是把自己逼走了 离开这个家了 所以我觉得 两个人在 接下来都要反思各自的问题 不要担心他是否会变坏 他的心在你这 他怎么可能变坏 干嘛要干涉他交友 如果你要是还是一直这样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的话 一直这样的强硬地去干涉的话 最后你就是把他逼走 多为对方考虑吧 好吧 不要只念自己受的委屈 两个人都是 不要只念自己受的委屈 谁在生活当中都不容易 都有委屈 但是只看到自己的委屈 看不到对方的好 和对方的付出的话 那日子又过不好了 好吧 多感恩 谢谢 我的音乐 实力 像